小镇的上空突然出现上半只乌鸦 乌鸦之王盯着人类一点都不害怕 像是发现食物一般 乌鸦王一直叫着 在拔不动翅膀之时 乌鸦大军开始进攻 考古学家郑博士和派出所的女所长开始逃命 乌鸦砸破了郑博士的脸 所长及时救了他 两人赶快躲进间屋子 刚坐下来喘气 乌鸦大军就开始疯狂撞击剥裂 两人赶快关上客厅门 郑博士呢让所长顶住门 自己去想办法 很快乌鸦就撞碎了玻璃 鸦群蜂蜂而至 又继续撞击客厅的玻璃 很快就撞出了一个缺口 所长抄几个铁盘 拧命堵住缺口 看来不吃掉他们 乌鸦是不会走的 郑博士找到一袋糖 全部掏出来 撒在桌子上 在上面开始画东西 所长的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画画 眼看这边脚撞不住了 郑博士终于完成 他们赶紧躲在桌子下面 神奇的事出现了 乌鸦在满屋子找他们 可就是找不到他脸 乌鸦王下令 其他乌鸦降落 他们落在屋子里 开始寻找气味 但还是没有发现 乌鸦王走到郑博士那里 难道被发现了 如此之近 郑博士赶紧把手缩了回去 乌鸦王竟然没有看见 原来郑博士画的是 古代的隐身符 乌鸦大军慢慢都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天前 小镇八爵出一句千年古佛 古佛只有一个佛头 刚出土时眼睛被福恩蒙着 镇长认为这是古迹 摆在镇政府 可以发展旅游业 大转一遍 那正想蒙眼部被拿下 看到佛眼睛的人都会发疯 变成如丧尺一般 之后 小镇下起黑色的雨 还架杂着巨型冰雹 这冰雹 每个都是咕噜形状 郑博士查到 这佛头 就是传出中的鬼佛 只要看到他眼睛的人和动物 就能抠起内心的杀鸦月 此时的小镇 全部被丧尸贡献 郑博士赶紧打给日注和尚 请求找出鬼佛的来历 和破解的方法 日注还真的在一本古籍上 找到了线索 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冒牌和尚 被处死之后 他得恶灵附在佛像之上 利用佛像的眼睛 蛊惑人心 日注和尚决定 聚集所有和尚的法力 对抗鬼佛 郑博士赶去镇政府 去找鬼佛 他们冲出屋子 漫天的乌雅在头顶盘旋 郑博士捞起地上的淤泥 拖在车上 眼看一身符咒 就要画好 乌雅把郑博士 啄翻在地 所长挥着雨伞救了他 两人赶快回到车上 一只乌鸦 落在车上就飞走了 隐身浮起了作用 两人长出一口气 郑博士交代 所长千万不要下车 此时的振振腐败 无烟涨气 遍地都是尸体 男人拿着电子缝扫 女人拿着尖刀 剑影就狂刺 只有一个女人活了下来 他一头撞脸门口的剥裂 巨大的声响 惊动了阵仗 此时 被绑住的阿珍 也逐渐失去心智 他回到女儿出车 或哪一天 他努力去抢女儿 却被安全带卡住 只能眼睁睁看着 女儿被货车撞死 他双眼开始泛白 发出痛苦爱好 手上绑着的绳子 被针破开 他跑去警察局报案 一辆货车 撞出了警察局的大门 头破血流的女儿 被货车司机带走 痛苦的阿珍 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扑了上去 这一切呢 都是他的幻想 现实动 他猛地不向对面的男子 捡起地上的木棍 朝着男人大腿就刺了进去 男人的叫声 惊动了所有人 他手指棍子冲向阵仗 就在咬刺下去时 狗狗一脚把阿珍踢倒 路上躺着一具尸铁 派出所所长 不顾正不值得阻拦 下了车 撕掉的是他手下 他掏出手下的配枪和手铐 把尸铁拖到路边 车子继续向前开 小镇上到处都是尸铁 所长呢 看见一辆警车 他再次不顾正不时的警告 下了车 警员双眼泛白 显然 他也变成了丧尸 丧尸心智的警员 完全认不出所长 举起枪 就要扣动扳机 被反应迅速的所长制止 警员用力挣脱 把所长推入草丛 举起石头 脚砸下去 所长用力一滚躲开 又被警员发疯一样 掐住了脖子 正不时 推开警员救了所长 郑博士赶快发动汽车 反手一枪打死了警员 镇政府大厅里 阿珍发疯了一样 攻击镇长 被小帅一把推开 阿珍似此夹住小帅的脖子 嘴上喊着 去死杀死我女儿的沙莫 他把小帅 砍成了货车司机 狗哥抄起椅子 拍到了阿珍 想再拍下去时 被小帅突然拦住 此时 其他被关押的人 走了出来 祈求狗哥 放他们一条活路 狗哥呢 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抉择 这时镇长站了出来 他决定 把所有被鬼佛控制的人 放出政府大楼 让他们自生自灭 外面都是丧尸 这无疑是杀了这些人 其他人一致同意 小帅站出来反对 被狗哥一脚踢飞 接着就是一顿暴揍 打斗之间 遮挡鬼佛的玻璃被打碎 一时间所有人 都像着楼魔一样 呆呆地看着鬼佛 外面发出一声巨响 是变成丧尸的老太太 拖着机油 摇一把火烧了镇政府 大火燃烧起来 火灵响起 预期在这儿被火烧死 不如出去 还有一线生机 狗哥让所有人打开门 又让公交车司机带落 被改善的人 又被关进小黑窝 震他们自生自灭 狗哥呢 留给小帅一把刀 把他和阿珍留了下来 迷雾中 他们排好队 小心翼地 向公交车靠近 不断有丧尸冲过来 把人拖进迷雾里 幸存的人 终于来到公交车上 被丧尸一把抱住 他向狗哥求救 狗哥一脚把他踢了下去 忽然他开始揉眼睛 随后双眼泛白 露出诡异的笑容 狗哥发现不对劲 这时对面是来一辆车 狗哥及时扭转方向盘 躲过了汽车 却被变成丧尸的司机 用力打了反方向 大巴车翻倒在地 此时车上的人 也因为看到过鬼佛的眼睛 全部变成丧尸 整个公交车 变成了丧尸屠宰场 不得不说 还是狗哥战力生猛 一车人被他团灭 镇长也倒在里面 狗哥走出大巴车 那边日珠和尚找到了 封印鬼佛的方法 那是蒙住鬼佛的眼睛 再把那段藏文写上 就是被阿珍破译的心字 同时日珠也会带着 所有的和尚一起念经 为封印增加力量 郑博士快速食杨 镇政府封印鬼佛 大家看女人的背后 伸出八只腿 变成了一只巨型蜘蛛 她向郑博士扑来 吓得郑博士连连后退 然而这一切 都是郑博士的幻想 她刚刚一脚右门 冲进了政府大楼 正好一头撞在鬼佛上 所长正好看到儿子小帅 已经变成了丧尸 掐着阿珍的脖子 一回头 正好和鬼佛眼神对视 她知道自己马上要被迷失心智 独自下手去找儿子 她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然而小帅根本认不出妈妈 就在她制服小帅时 双眼也开始泛白 所长掏出枪 离在小帅头上 郑博士闭着眼睛 打出粘过水的杂质 爬出车窗 摸索着一点一点的 踢在鬼佛眼睛上 此时日主带领所有的和尚 一起送进念佛 压制鬼佛的法令 郑博士终于把鬼佛的眼睛都遮住了 拿出笔在上面写下了符咒 就在所长要扣动扳机时 一切恢复了正常 大家都恢复了神智 火势越来越大 触发了消防装置 水不断地喷洒出来 水淋在鬼佛上 贴在眼睛上的杂质开始掉落 郑博士刚将在过去 遮住眼睛 就在抬头那一刻 一张杂质刚好掉落 郑博士和鬼佛来了个对视 心魔被勾了出来 就把阿珍看成了蜘蛛巾 被吓晕了过去 阿珍意识到丈夫竟被心魔控制 就在他伤心欲绝之时 车里传来日注和尚的声音 日注和尚希望阿珍能完成 封引鬼佛的责任 阿珍砸开了展示柜 取出原本蒙在鬼佛眼睛上的经文 撕下一条蒙住字的眼睛 再次蒙上了鬼佛的眼睛 又写下了经文 若不看 心就不存在 阿珍又听见女儿换自己的声音 一回头 郑博士突然夹住他的脖子 郑博士陷入幻境之中 那是一家三口曾经的幸福时光 郑博士突然吐血 拿起块玻璃 对准自己的脖子 被阿珍抵住 争夺之间 女儿送给郑博士的礼物掉了下去 这时 勾住鬼佛的绳子突然锻炼 地下间冒出了地狱熔炎 鬼佛掉进火海之中 燃起雄中烈火 鬼佛也被烧得四分五裂 彻底消失于人间 此时郑博士也从幻境中清醒 阴霾散却 阳光照在 静静相互的夫妻俩身上 女儿送的礼物 在猎虎中烧尽 两人因为女儿离世的创伤 也被修复 经历了生死 小帅和母亲 也化解了隔阂 一切终于恢复平静 郑博士夫妻俩 也重新开始考古 他们来到郊外 在一具房子里发现 一具干枯的外形人事故 一次新的历险 即将开始 本篇完 本名叫怪异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世界上存在念力吗 觉得存在的法三个一 觉得不存在的法三个二 本篇中 佛头被和尚念的经文镇压 当今是坏 你要说经文和咒语能起作用 有很多人不信 但和尚们一起念经 是不是也会产生一种念力呢 从而控制住佛头 所以说 你觉得念力存在吗 本篇呢 故事比较新颖 能从地下 拔出那么大的佛头 不类是第一次见 总的来说 本篇好看 值得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那种角色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